你不想打篮球 你不想打篮球 打篮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进攻 很接近了 是防守 来 跟我一起做防守动作 束手就擒了 教练 不喊什么 不喊出来 怎么能体现出你坚定的意志 怎么能让对手感受到你的决心 来 输入我中情吗 算你入门了 回去多加练习 接下来我们学习最基础的进攻动作 翻步上环 上篮最重要的是什么 熟练 很接近了 是制空 制空时间越长 对上篮得分越有利 所以 跳得高 很重要 那怎么样才能跳得更高 你跨步的时候 就想象自己踩到的风种子 每跨一步 就踩到一个 听懂了吗 完全听不懂 除了突破上篮 远程进攻也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我教你投篮 投篮什么最重要 这个一定是精准 很接近了 是分散对手的注意力 只有嘴里不断刀动了什么 才能够瓦解对方的意志 有利力过人通篮 闲人勿扰 以断罪之名 兔兔伯爵出击 一起来玩吧 既然进攻与防守你都学会了 那我还有最后一样东西要交给你 那就是心态 我问你 打球落后怎么办 虽然我想说坚持 但感觉你想要的 不是这个道理 很接近了 是齐招 这样才能打乱对手才能翻盘 想要出其不意 就要换个角度思考 比如 这是什么 这是L 是拉扯 大号的意思 很接近了 这是到期 只要换个角度思考 这些都是从哪儿学来的 教练 当然是原神了 教练 我想玩原神